大家看一下这个UI router的部署和它的使用方法 这个UI router里头我们要掌握两点 第一个呢是state provider 第二个是这个UIView 这个UIView是一个指令 这个到时候大家都知道 我们会给大家去解释这个指令怎么用 上节课的这些举例子 举的例子我们全都删掉 我们这节课不需要了是吧 这个都不是我们这个项目中的内容 是举个例子 就从config以下全部删掉 我们不需要 哎 看这部呢 好的 那UIVouter它是从哪里开始注入的呢 我们在这里配置了UIVouter是吧 你必须得有这个UIVouter这个文件 在这里 那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首先要在这里去指定UIVouter UI点 Router 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UIVouter.js 那我们怎么知道 它定义的这个模块名称是什么呢 当然大家可以去到 这个 去搜一下是吧 叫做UIVouter 大家可以到这个Github里去看一下 它这里会给你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 告诉你怎么去配置它 那我在这里就提一句 那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用NPM去安装它是吧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去引用链接也没有问题 它说第三步就是这个UIVouter Provider是吧 Provider 那第二个呢 就是UIRouterProvider 比起我看下对吧 这个名字有点长 它就等于URL routerProvider 等于这个 大家可以直接去拷它这个 也可以把它背下来 当然背下来更好 我们如果说它是参数长的话 把它敲断是吧 敲断 这样也可以 好的 那这两个参数就注入了 对吧 它是一个函数里头的两个传参 但事实上在Angular里头 它是一种注入方式 对吧 好的 那我们首先呢 用一下这个StateProvider State StateProvider 然后底下呢 就开始定义它的这个路由 是吧 那这个路由定义和我们在Lava 里的定义它的语法不一样 但是它的一个功能呢 都是差不多的 是吧 第一个呢 就是State 名称是什么呢 我们说Home 是吧 这是我们的首页 第二个呢 后头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些 它设置的参数 那我们设置什么呢 第一个URL 这个Home叫什么名字呢 那我们就让它就叫Home吧 它这里的显示 就是说它在地址栏的 这个显示到底叫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设置呢 它就会叫这个 是吧 当然了前头会有一个这个请号 是吧 这个请号 然后后头有一个Home 是吧 是这样的 那如果我们这里是H的话 那这样 那这里就变成H 对吧 变成H 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叫Home吧 是吧 还有一个参数呢 它就叫Template URL 或者Template 那我们把它叫 先叫Template吧 是吧 它是模板 也就是说这一页 它需要的 这个HTML文件 在哪里 它你需要的模板在哪里 一旦它发现 它的URL变成Home了之后呢 它就会去找那个模板 然后把模板插入到我们所需要的位置 是吧 Template Template 我们就说它是首页是吧 首页 那好 如果我们现在刷新我们这一页 它什么都没有发生是吧 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因为我们把首页这里删得干干净净 对吧 这里的Body里头是空的 是吧 是空的 那首先 我们在这里头需要一个导航栏 是吧 Navbar 就是导航栏 导航栏 然后底下这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封装到一个DIV里头 也就是我们页面的一个主要内容 那这个地方是个重点 可以用DIV 底头的这个 UIV 这个指令 它就会去找这个页面 到底有没有UIV 如果有UIV呢 它就会把你给的这个Template 里头的内容插入到这个UIV里头 当然这个不用我们手动去做啊 我们就指定这里有个UIV就行了 好的 我们刷新 那现在不是首页 它只有导航栏 我们想要的是导航栏底下写了个什么 首页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指定什么呢 指定这个URL router Provider 那底下这部分呢 是我们定义的一些路由规则 那如果没有一条可以满足这个规则怎么办呢 那Otherwise 是吧 Otherwise 到哪里呢 就到Home去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们当前这个路由 它没有满足任何规则是吧 它既不是Home也不是其他的 当然我们就只定义了一个Home 对吧 那我们就让它跳转了首页Home 和这个地方的URL名称一样 发新 它就跳转到Home 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终得到的一个首页结果 到后我们首页 那还有其他的页面 比如说我们再给一个页面 不是说叫什么呢 登录是吧 登录怎么说来着 Login Login 那它这个template 我们就叫 比如说给个he吧 he 就是登录是吧 登录 上头这部分也一样 我们给它 给个he 叫做首页 因为它是一个template template里头一般是html 是吧 刷新 现在是首页 那如果我们把这里改成什么呢 Login 它就变成登录了 对吧 有同学说 那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用Login 它给的一个路由 我们直接在服务器上去下发这个不就完了吗 对可以那么做 可以那么做 那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做的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仅仅是为了切换一个页面 就要做这么多麻烦的工作呢 注入这些 URL router Provider 注入这些东西呢 因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到这一页 随便我们可以开任何一张稍微传统一点的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boostrap的一个首页 是吧 那如果我们要跳转到css或者components 就是上头这个导航栏的任何一页 我们就会发现 它整页都会被刷新 是吧 但是有哪些部分是不应该被刷新的呢 就是上头这个导航栏 是吧 这个导航栏应该永远都存在 那所以说 那我切换一页 那不需要去再刷新导航栏了 但事实上 它却把整页所有的内容全部替换了 也就是用服务器下发下来的那一个模板 全部替换了 那我们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从login切换到 啊 这个首页 它改变的其实只有这一部分 导航栏 这一部分 这个div 它从来都没动 只不过我们当前直接用的是这个template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template url 那我后头给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就给一个 home template 是吧 template 或者前头还有什么东西 是吧 可以从服务器上去直接去获取 我们的这些内容 是吧 如果后头有后缀的话 当然html也可以 对吧 我们可以直接从服务器上去动态的获取 我们所需要的内容 啊 这个html会被插入到 我们的uiv 这一个标签 所以说这样做就会大大节省我们的一个贷款资源 用户不会感觉到页面会有整页刷新那种卡顿 以及就是打断的感觉 它会感觉非常流畅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大的精力 去为了实现一个路由去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啊 是吧 它实际上是应用越大 应用越复杂 这个的优势就越明显 啊 好的 我们暂时把这个template url写到我们的这个index文件里头吧 是吧 因为这个template url 他在向服务器发送请求之前 他会检查啊 我们当前已经有的这个页面中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模板 有没有我们的angular模板就叫这个名字的 比如说我们就叫home.tpl 是吧 或者叫html 都行 是吧 叫tpl吧 是吧 template home.tpl 那我们要怎么定义这个模板呢 我们可以说type 类型是什么呢 txt 是吧 ng template 我们给它一个id id叫什么呢 就叫啊 这个home.tpl home.tpl 注意 那如果他没有找到啊 他没有找到在当前所有的tpl里头有这样一个ngtemplate 没有这样一个template 而且他的id叫home.tpl的话 找不到 那怎么办 他就会去找什么呢 他就会去在服务阶段去找 如果找不到他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localhost 是吧 比如说8000 我们当前的这个地址是吧 然后他就回去找这个home.tpl 就变成这样 啊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好的 那我们把这个home.tpl里头直接去写 我们的 首页的一个模板文件是吧 模板文件我们说 h1 首页 好 我给他随便给点字符是吧 刷新一下 好 现在当前是登录页是吧 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改 它是home是吧 home 好的 你看速度非常快 速度非常快 而且这一部分呢 它是并没有刷新的啊 是吧 首页 这个就是我们当前的首页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再做一下 这个登录也用相同的方式是吧 这个template的换成什么呢 template url 就是叫做login.tpl 是吧 login.tpl 我们把这整个template 替换一下 只不过这个地方换成login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换成登录 刷新 这次改一下这里就行了 login 这个就变成登录了 对吧 大家注意 在切换 这个不同的路由的时候呢 它也会记录历史记录 是吧 比如说用户现在点一下导退 它又就会退回首页 点一下前进 它就会前进到登录页 它虽然说是指哪打哪 它是动态的插入html 但是它同时在更新 这个浏览器的历史记录 那这样一来用户就很难察觉 这个和其他的应用有什么不同 它只是感觉稍微好用了一点 感觉稍微快了一点 它不会明确的去说 但是它心里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确实比以前要舒服很多 好的 那在这个应用还不大的时候 它这个优势体现不出来 我们之后做越来越多的 这样的工作之后呢 我们的项目越来越复杂之后呢 大家就会看到这个方法的好处了 好的 我们在切换页面的时候呢 就是说比如说是home 它就把这一段插入到了这个里头 是吧 这个标签里头 那如果是登录的时候呢 它就把这一部分 还插入到了这个UIView里头 对吧 那好 我们把这个导航栏啊 这里添加链接 而不需要我们去在地址栏去输入啊 导航栏 我们说给一个A链接吧 Raf等于空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再也不是整页刷新了 是吧 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Raf 是吧 我们可以说UISRaf UISRaf 这个呢 和UIView的来源是一样的 都是UIRouter里头的一个指令 是吧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它指定什么呢 指定home是吧 这个地方填写的就是这个state的名称 而不是它的url 是吧 你填这个名称就行了 然后 它这个名称是home 我们就说首页 什么首页 它是一个链接是吧 那底下这个呢 是登录是吧 登录 好 那这个地方就是登录 哎 不对啊 这个thraft这个地方是login login 我们检查一下这是不是好名 是login 是吧 好 那我们在这个UIRouter里头添加链接 就是这么添加 是吧 用UISRaf 或者大家可以用一种稍微 繁琐一点的方法 可以直接说这个home是吧 你可以用一个hash放在前头 这是home 那这个当然是没有后头这种方法来的干净 是吧 好的 我们来刷新一下 我们点击首页 点击登录 点击首页 点击登录 大家发现真正改变的部分 只有底下这些内容 上头这个导航栏它是不会变的 指哪打哪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angular UIRouter的一个好处 好的 那本节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